部长您好,那第一题想要请教您,就是负责推动数位领域发展政策的数位发展部已于8月底成立,那请教成立新部会的意义目的以及具体的业务内容。 我们数位部具体的要做的目的就是我们全民的数位任性,任性Resilience指的是说碰到任何挑战,好比像说疫情啊,天灾啊等等,不但要迅速恢复,而且要从这个挑战的因应方式里面来转型,让自己碰到类似的挑战的时候可以下次能够做得更好。 那么我们在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也就是CECC的统帅之下,我们在过去两三年帮助台湾全民做了非常多全国性的数位的这些系统,从口罩啊到疫苗啊到快膳啊等等,但是呢,这些系统并不是完全衛福部自己来做,而是协调了非常多的部会, 包含经济部,交通部,NCC,或者行政院的资安处等等的这些,帮助在国发会的协助之下才能够做到。 那么这些部会底下,这些跟数位有关的单位,如果不是疫情这样子的题目,而是好比像说非同步卫星怎么样连到5G的这个连线的题目的话, 就没有像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这样子的人物,把这些不同的部长底下的单位把它联合在一起。 那我自己因为在过去两三年跟这些单位都有非常多的合作,所以他们也觉得很信任我,所以当我们现在把他们都放到一个同一个部会底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想一些非常有弹性的阴影的做法。 我举例,好比像说在乌克兰受到俄罗斯进攻的时候, 全世界都很少要看到第一手的新闻即时影音直播的那种报道。 而我们知道即使网络断讯了,在乌克兰他们就是用卫星的方式, 让只要看得到天空的地方,新闻记者就可以让全世界的人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这样子的话,谣言啊,加讯息危害啊,才不会变成在全世界流传。 我们在接下来两年,也会在全台湾有700个这样子的卫星的接收的地方。 有些是固定的,有些甚至是移动的,可以放在车上,船上,甚至无人机上。 这样子的话,任何天灾地震等等发生的时候, 即使非常严重把我们的海缆,就是海底的电缆都能够斩断了的那种灾害, 我们还是可以透过卫星的方式,让包含日本在内所有关心我们的人, 知道说台湾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也可以来协助我们。 好,谢谢部长。 那这一题想要请教部长,就是我们知道数位发展, 如下有设立数位产业署,还有资通安全署。 那请教各自的定位功能及成立的目的为何? 我们的资通安全署,就是守护我们的公务机关, 跟关键的基础设施,就是不可或缺的一些设施, 不会受到我们网络上面这些恶意的, 不管是破坏啊,篡改啊,泄密啊, 或者是阻断他们的服务等等的攻击。 所以帮助这些公务机关关键基础设施, 因应这些攻击,以及培养因应这些攻击的人才, 防守的我们叫做蓝队, 我们自己来攻击看看, 先找出漏洞的叫做红队, 红队跟蓝队结合所谓的子队的这个工作, 就是我们资安署的工作。 那么在产业署呢, 我们是让各行各业都能够数位转型, 如果说资安署是协助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来因应挑战的话, 产业署就是协助特别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台湾的各行各业, 也能够了解到说,怎么样才能够更安心呢, 更方便呢,更安全呢,等等。 那么大家都知道,从中小企业的角度来看, 他们不希望说投资需要上千万甚至上亿, 才能够来建制这些数位系统, 而且过几年可能又一下子就有新的东西出现了, 日新月异嘛, 那他们本来投入的成分就不见了, 中小企业的资本并没有多到能够这样子不断的换数位的解决方案,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推动以租代买的概念, 也就是说只要上我们的云市级产业署的平台, 就可以看到不管资讯服务,资安服务, 或甚至近零相关的碳盘查服务等等, 你可以每个月每个月的去租, 租了之后你觉得有更好用的出来了, 你就换去租别的, 那你不管租什么,一半的钱高达三万元台币都是由产业署来帮你出, 这样子的话中小企业主就不会有一种好像恐惧感, 觉得说数位的话一定很花钱,一定很花时间, 如果他们需要有人来帮忙他们导入的话, 那我们也很鼓励大学刚毕业, 或大学四年级, 或以后甚至年纪更小的来当作T大使, 也就是数位转型的代言人, 那这些同学们可能高达八成多不是学资讯的, 可是他们是数位的原生代, 他们的想象力比我们丰富很多, 所以呢他们就五个五个一组去各行各业, 特别是中小企业, 去帮助他们数位转型, 这样子年轻人就可以跟这些具有老道的经验的师傅, 我们叫青银共创,青年跟银法族一起来创造新的做法, 这样子的话长辈也了解到说, 这些晚辈的创意, 这些晚辈也了解到说, 他不是做一些练习的题目, 打工啊什么, 不是被交办事情, 而是他也能够独当一面来进行创造, 好,感谢部长,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 部长您放心吧, 好啊, 刚刚对, 刚刚对, 刚才夜暑那一 part会讲盖场, 后来我觉得很顺服, 而且我有种被感染, 就是渲染, 来, 脑破, 因为我觉得青银共创, 日本那边之前好像也蛮喜欢这个概念, 所以我想就特别讲一下, 还是顾全觉得有什么顾虑吗? 没有什么顾虑, 只是想说, 我一开始不是要帮他们讲短一点, 没有没有, 他没关系其实OK, 这个长度对我来讲已经算短了, 我们这样的3Style, OK的, 我们一个无权大局, 确保长长度, 你们可以用, OK, 好, 没有问题, 部的外部后面都还低一点, 好啊, 因为最后还碰到头, 谢谢, 嗯, 好, 好, 先一张, 好, 可以? 那部长, 那请教就是, 所预想之台湾在高度数位化的未来样貌, 然后以及台湾的数位化过程中面临哪些难题?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让全民都觉得安全, 也觉得安心, 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们在看到数位化的过程里面, 很多人会担心, 说, 那如果我用了这样子的系统, 但是这个系统被入侵了, 或者是说这个系统泄密了等等, 那我是不是还是宁可用纸本呢? 至少这个纸我看得到吗? 是不是宁可凌贵呢? 凌贵至少我知道你是谁啊, 所以可以了解到大家对于数位比较方便, 这个是都没有问题的, 但是是不是比较安全, 是不是比较安心? 很多的问号, 这个是最大的挑战, 那我们数位部目前运用两个很先进的技术, 来协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在安全方面, 我们用了一种叫零信任的技术,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就假设任何的密码可能都会被复制掉, 任何的设备说不定也都会被入侵, 网络连线也可以尾帽, 也就是说不应该盲目的信任任何特定的机器, 或者任何特定的密码等等资讯, 像我自己在疫情期间, 我也在家里待了七天, 因为染疫的关系, 但是我还是可以线上的签公文, 做所有的工作的事情, 也不用请假, 但是我每次签公文的时候, 我们的零信任的基础的架构, 就会确保说, 我的手机上面有我的指纹, 这个真的是我, 我的手机上面没有被安装恶意的程式, 真的还是同一台手机, 它里面连线的那个SIM卡, 就是电信公司配发的卡, 真的是这张卡, 这三个全部架在一起, 只要有任何一个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那我就签不了公文, 而且立刻就会开始展开,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这样子的调查, 所以呢, 一个恶意的入侵者, 如果要突破, 他得同时突破这三道防线, 这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不盲目信任任何一道防线, 就是所谓零信任的这个基础, 那么在零知识上面, 就是举例来说, 像我们在疫情期间, 台湾在疫苗普及前, 有推行过所谓的简讯实联制, 这样子的一种, 扫了一个码之后, 给那个场所的人看, 你就可以进去那个场所消费, 这样子的系统,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你给那个场所的人看的资讯, 也就是那个场所的15码的那个乱数的代码, 以及你简讯发送的时间, 其实你只给他看这两个, 那个场所连你的电话号码几号都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任何关于你的资讯, 而那个代码跟现在的时间, 他看一下手表也就知道, 也就是说, 你可以跟他证明, 你有完成这个疫情调查的这个贡献, 但是他并不因此, 知道任何更多的关于你的事情, 那但是呢, 能够取得互相信任, 又不需要泄露任何资讯, 这个就是所谓的灵知识的精神, 那我们越来越多运用灵知识的技术, 就不会有个人的资料, 一直被放在很奇怪的地方, 这样的情况, 当然, 纸本也有灵知识的这样子的概念, 好比像说, 你写你的联络号码, 把它折起来, 放进类似投票箱的地方, 店员也看不到, 那但是呢, 总之, 我们必须要在数位上面, 也建构出类似这样子的秘密性, 好, 感谢您, 这样可以吗? 可以, 那第四题想请问部长, 就是请教数位化对蔡政府推动的SDGs, 就是我们的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带来哪些影响及效果? 因为17项太多了, 所以我就只挑几个来说, 好比像说, SDG11, 第一是永续的城乡, 我们才刚刚办理过今年的总统碑的黑客松, 就是跟内政部来一起办理, 永续城乡就是他们最注重的价值, 在里面有很多很好的案例, 好比像说, 如果是在山上, 然后迷路了, 要怎么样子能够很快的, 透过资通讯的设备, 告诉其他人你在哪里, 救灾救难相关的做法, 又或者是说, 你住的地方, 如果你是坐轮椅, 或者是有其他行动上面的障碍, 那怎么样子去确保说, 旁边的人都知道怎么样调整, 才不会照顾一些人, 又牺牲掉另外一些人, 怎么样去建构一个, 我们叫通用式的这种设计等等, 那这些都是数位可以帮忙的, 因为数位的特色, 就是如果你在现实世界里面做一个工程, 那你用这种做法, 就不能同时用那种做法, 但是在数位世界里面, 你可以用模拟的方式, 给大家同时体验到各种各样的做法, 然后把大家的共识聚集在一起, 所以呢, 在台湾, 我们既不是过分的集中权力变成只有一个人说的算, 但是也不是每个人各行其事, 然后互相打乱彼此的做法, 而是透过这种数位世界, 我们叫共同创造, 就是共创, 让大家凝聚出这种公式来, 但是这些提案, 就像总统被黑客松的提案, 都是全民自己提出来的, 而且也是全民透过像平方投票这样的方式, 票选出来的, 也就是能够促进民主的工作, 这个就是SDG16, 就是我们的政府能够及时地来回应人民的需求, 当然, 现在所有的民主阵营, 特别是有签署我们未来网际网络宣言, DFI的这六十几个相关的阵营, 包括日本, 最注重的, 就是我们推行数位的时候, 是往中间凝聚共同价值来做, 而不是往一盘散沙, 彼此互相仇恨, 或者是权力过分集中, 一个人说了算的这两边来移动, 所以这个工作本身也是SDG17, 也就是全球伙伴关系的工作。 谢谢部长, 那第五题就是想请教部长, 就是部长曾善用数位科技有效的截止疫情, 然后是台湾防疫工作重要一环, 然后也获得了就是我们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那请教台湾进步的数位科技将来在国际社会中如何做出贡献? 当然我们在疫情的过程里面很愿意帮助大家, 台湾全民透过像健保快一通, 主动捐助口罩, 就有一下子超过700万片的口罩, 大家自发的没有去药局或超商订口罩, 而是愿意提供给全世界。 那当然我也非常感谢日本, 我们所谓善的循环嘛, 有AstraZeneca的疫苗, 也因此也捐到了台湾, 我自己前两期也都是打AstraZeneca, 非常感谢日本。 像这样子良善的循环, 就是我觉得台湾跟全世界相处的模式, 所以虽然生物的病毒, 也就是疫情, 目前看起来已经趋缓了, 但是好比像说电脑病毒, 要怎么样子去预防, 这个就是台湾有责任了, 我们都知道高达九成以上的先进的晶片, 是在台湾制造, 那怎么样确保说这些晶片, 这个全世界都相信的, 科学啊, 或者甚至军事的用途都用这些晶片呢, 在生产的过程里面, 不会受到这些电脑病毒的干扰呢, 所以呢, 我们也就是像防疫一样, 我们聚集了全台湾关心这些事情的, 产业界, 学术界等等, 一起制定了, 我们叫E187的这样子一个标准, 这个E187的标准, 就是让整个晶片相关的供应链, 包含软体、硬体、韧体等等, 这里面的每一个步骤, 都可以不要受到电脑病毒自安的这种威胁, 那当然我们也不是只有台湾自己在用, 我们也很愿意跟全世界, 类似的做这种晶片自安的实验室, 彼此互相承认, 分享我们这样子的做法, 非常感谢部长, 那最后啊, 就是肯定麻烦部长,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疫情已经, 就是现在开放就观光客来看台湾, 那请部长向日本的观众就是短暂的寒暄, 然后并且就是欢迎我们日本朋友可以用来来召唤台湾, 那我们要看, 先看你, 先看你先拍一段, 然后我们另外再转一个, 好, 那那就, 三, 二, 请。 大家好, 我是数位部长唐凤, 随着疫情趋缓, 我们边境也已经对各位解封了, 欢迎大家随时来台湾, 我都在这边等大家, 好, 那可能再一次, 然后你再帮我就是面对, 看着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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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行, 日本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唐凤, 虽然视讯是可以讨论事情, 但是呢, 面对面的见面才能联系人的感情, 我们台湾现在边境已经解封, 我们的疫情也已经趋缓, 非常欢迎所有的日本朋友, 想到台湾, 就来台湾玩, 我在这边等大家, 好, 看, 我们再一个, 好, 好, 部长低头的时候, 手把会磨到我们的感觉, 是哦, 然后再把, 拨一下, 好, 这样, 好, 他把头把拨了, 好, 来, 我们路上, 好, 准备, 5, 4, 3, 2, 日本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世卫部长唐凤, 虽然视讯可以讨论事情, 但是要联络人的感情, 还是要见面, 台湾疫情已经趋缓了, 我们边境也已经解封, 很欢迎大家, 想到台湾, 就来台湾玩, 我在这边等大家, 好, 看, 谢谢, 谢谢, 然后部长您先坐一下, 我们拍一下几个镜头, 就是您跟我们主持人在互动的, 然后换几个镜头, 大概再拍三四个镜头这样,